孩子偏时尝试许多家长头痛的问题 这不仅造成影响发育 严重的话呢 甚至还会造成抵抗力下降 您知道吗 相较于2010年 2020年大马食物金字塔的结构 已经大幅的改变了 过去呢 有米饭 穀物 还有鼠类组成的基层饮食结构 转变成为了蔬菜水果为主 这也意味着 与其他种类的食物相比啊 蔬菜水果类的摄取量 应该是最多 如果每天可以至少吃上 三份蔬菜 还有两份水果 将会有助于维持营养的均衡 并且增强人体抵抗力 根据马来西亚公共卫生研究显示 有三分之一的马来西亚儿童营养部达标 所以老实讲 比方很重要是吗 经营多年 育营养部中心的院长观察发现 孩童营养不均 背后主要是挑食所制 他们就只选择性吃肉 然后那个菜 然后他们看他们就拿去 有时偷偷的会拿去倒掉 他们很reject 觉得有味道 比方说苦瓜 或者是洋葱 挑食将严重影响 孩童体格及质能发育 甚至导致便秘的问题 每天用肚子痛来做借口 之前 我用什么肚子痛 上一个厕所半个小时也不会出来 一个小时蹲在里面哭包 然后满身大汗 然后脸色也不好 追根究底不外乎现代人生活质量提高 在马来西亚由于食物多样化 容易影响孩子们的味蕾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小孩 他们最大的一个错误饮食在于 他们吃太多零食 他们没有筛选 没有筛选所谓的食物 小孩子本身食量就不多 如果今天我们在选择 用一些比较没有营养的食物 去填饱他们那个有限的空间的话 会限制他们吃到很多有营养的东西 想要避免孩子挑食 首先得从食物教育做起 帮助孩子回到成长的正轨 食欲换句话说 你教育方法就要告诉他为什么 鼓励孩子吃的时候 最主要是他不抗拒钱 或者在他爱吃的食物中 加入这些蔬菜水果给他 举例子 他喜欢吃优格 优格的话 优格本身甜 不要担心 加一点水果给他 他本身对水果就越来越少抗拒 在饭菜上下功夫 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的大厨们 烹饪出一道道美食 孩子到底喜不喜欢 就是以每天回来的厨余 那如果说孩子当天有剩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形状上 颜色上调配方式在做改变 利用色彩丰富及新奇的食物 巧思规划菜单 让孩子们食欲大开 可能是烘萝卜他们不爱 我们就把它打成末 然后可能加到汤里面或者菜里面 那西芹的话也是不喜欢吃 我们可能就以意大利面的方式 加下去这样子 除了在下的营养餐 回到家中 父母以身作者 良好引导孩子也是关键 很多时候带入孩子 去接触到这种 蔬菜水果的准备 举一个例子 帮妈妈做一个披萨 上面可能要放一些青椒 放一些洋葱 等等之类的 让孩子参与 你叫孩子自由发挥 透过食物的参与制作 加深了孩子对食物和营养知识的了解 也更好地培养他们的均衡仪式 麦代侯佩斯年军简博报导 欢迎点击贴文中的链接 收看完整版 葱葱 Bra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